大家好 我想大家今天都看到新聞 都會覺得大快人心 公義是得到這個彰顯的 因為今天 梁柔申請終審法院的上訴失敗 終極上訴失敗 法官就不批准他們 上訴到終審法院 所以他們整個DQ案 就已經完全完結了 他們是不能做議員 我想剛才大家如果未在新聞上看到 這個新聞的報導 我想如果大家看到的話 都會好像我一樣 一方面我覺得大快人心 我覺得這次真是好 因為事實是應該DQ他們 我一邊看新聞的時候 我一邊看新聞的畫面 就會看他們當日宣誓的情境 我想大家都記得 當時他們兩位 是利用我們立法會這麼莊嚴的地方 來去講出一些非常之欲華的說話 例如用支那去形容 又說Hong Kong is not China 等等 做了一套很欲華 我想我們是中國人 是華人想起都生氣的一些言行 但是呢 然後再看他們出來的反應 他們就說 對不起選他們 對不起他們的選民 因為他們捍衛不了他們的羽織 然後鞠躬 我越看就越生氣 因為到今天 我仍然都看不到他們 對他們的言行 在立法會宣誓時 辱華的言行 有任何的小小的悔意 我完全都看不到 今天他們的所謂道歉 都是說他們捍衛不了他們的議席 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是被政治打壓 但是 其實他們是不是欠 我們所有香港人 華人 一個真真正正的道歉呢 今天看到他們仍然都是 好像很嬉皮笑臉 覺得好像 好像我們欠了他 別人打壓他 其實宣誓的要求就是很簡單 就是要真誠 莊重和準確 有沒有釋法完全都沒有影響 有沒有人會認為 他們那天在立法會的宣誓 是真誠 莊重和準確呢 雖然他們有很多的法官 不是他們的律師 和他們用很多的方法去詭辯 但是就算今天那些法官都說 沒有人會認為他身上披著 《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環額上身 是真誠和壯盡的 現在又說政府政治打壓他 什麼都說得出 加上他們不道歉 現在又說法庭判他們要付重費 但是他們又說沒有錢 然後就說要申請破產了 我們立法會主席都說 其實他們每人欠我們立法會93萬 那93萬是他們一當選 就去預支所有的費用 開辦事處的費用 那些錢來的 人工佔很少部分 那你預支了那些錢 是真金白銀 我們香港納稅人的錢 請問他們有沒有開辦事處 沒有 那這些錢去了哪裏呢 那自己放進袋子 那跟名搶名額有什麼分別呢 那好了 接著他們就搬走了 可能他們真的買了一些東西的 電腦他們就搬走了 那一毫子現在都不肯付 當日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有媒體拍到他們的辦事處 那裏面是酒瓶啊 公仔啊 那些什麼 是不是用納稅人的錢 就是買了酒喝呢 那我們就不知道 總之 他們就是現在一毫子都說不賠 我們立法會一定會力追 但是他們很無賴的 他們想著破產就不用還了 拿了我們納稅人的錢 每人拿了立法會93萬 就不想著破產不還錢 這個世界有沒有這麼無賴的人 我真的看到 看著那個新聞 真的越看越生氣 越看越生氣 沒有悔意 不道歉 說別人政治迫害他 其實是他自己 走去搞到一塊錢 這樣宣誓 這樣辱華 一點悔意都沒有 有沒有搞錯 所以 我都會繼續要求立法會 我們全力去追他們錢 不要以為破產就沒事 破產也有很大的代價 破產也不代表完全不用還錢 我們都會繼續問法律意見 我覺得兩位 無論如何都應該向我們香港人 向我們華人道歉 你們欠了我們一個正式的道歉 所以我們會繼續跟進這些事件 現在還會再看其他的DQ案 很多朋友問我現在怎樣 我想大家都知道 現在還有一些限期 可以給另外DQ了的四個人 去提出這個上訴 現在聽聞就好像長毛就要去申請 說會申請這個法援 接著就會上訴 再看看事件的發展 我們會繼續去跟進 我真的強烈譴責他們 立法會絕對是莊嚴的地方 立法會絕對不可以成為這些人 宣揚港獨的平台 這次這個判決我覺得是大快人心的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給法官一個讚 給法官